股東翅膀 看起來就像是巨無霸蝴蝶的 就是台灣最大鵝類黃鵝 保育人士李慶寅花了21年 才終於讓黃鵝數量增多 但沒想到今年準備羽化的黃鵝 竟然被頭光光 休閒就是台灣彌猴 實在說比一邊 一邊有兩三邊 也不知道是最多的 做兩根幾種 收掉了 有朋友說你如果去報警 那就沒問題 報警比較好 黃鵝展翅紀錄達31公分 翅膀末端像舌頭 有動作天底作用 又稱舌頭鵝 在日治時期被大量製成標本輸出 直到18年前 數量減少政府禁止外銷 李慶寅因此投入 富裕工作 在古坑鄉種了 約100坪的黃鵝幼蟲食材 每年富裕養殖200隻 250隻黃鵝 6至8月是繁殖旺季 今年幼蟲大約有120隻劫蛹 但卻招來捕速之客 約末20隻迷猴 將吊在戶外區的黃鵝蛹 一掃而空 他也能一隻豬 看看說有一個豬 那是福裕的 有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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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見今年的富裕全歸零 李慶寅又氣又無奈 還好他父親也有養黃鵝 緊急跟他索取黃鵝蛹 九月初順利已劃出四公兩母 其中一隻母黃鵝還交配成功 乘下120多個卵 讓李慶寅稍稍鬆口氣 但未來該怎麼繁繁這群 沒有身份證的偷兒賊 李慶寅也很難喔 地方中心天明報導